10月15日陶金云出席某公物网站代言活动 现场播放广告视频 短片中陶金云大秀美腿相间性感聊人 竟现小女人姿态与平时犀利的她完全相左 面对如此性感的改变 不知道老公会不会有意见呢 因为其实里面是穿一条短裤的 就是像现在那个女大师很喜欢穿的那种短裤 然后衬衫也很长啦 我想我自己职场上的这些道德 我是会遵守的 因为不要说我老公知不知错 我真的怕吓到小朋友 我想怎么才刚入职场就看到女明星 就是对着她这样大开退 我想因为对她来说也不是太美好的一个画面 所以我自己有在提醒他们 日前小孩子设胖达人案件备受关注 小孩子演义因为事件形象受损 以至主持的节目康熙来了收拾大跌 陶金云不仅大赞小孩子勇敢更累挺康熙 小孩子本来就是上上下下的 那其实康熙的收拾力一直还是中天的第一品牌 所以我想其实可能就是刚好就像制作人讲的 比如说国庆日有很多活动和放假 大家出去了 那如果她收拾力有不好的话早就停了 但事实上它是一个蛮长寿的节目 作为代言女王的陶金云月吸取教训 她以后代言产品会更加注意品质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